去年8月3号 陆先生与杭州市前堂区安城房地产咨询部签约 在新云金沙城租一套房子 租期一年 月租金和押金都是2000元 合同上没有盖章 他说签约后没几天就出状况了 8月10号 我发现我们所被取消了 我就联系他们 然后他们跟我说 我的那个房子被转给个人了 让我以后联系他 押金我是交给那个安城中心 是23年的8月3号给的 第一个月的房租我也是交给安城中心的 第二个月几亿以后的 我都是在每个月的5号给另外一个房东 合同没有 合同一直是之前那个合同 陆先生说 新房东姓于和安城方面什么关系他不太清楚 对此 这两方的说法有出入 我们整租租给他了 那就是房租就跟他对接好了 因为这个合同因为还没终止 你跟他这个合同 那合同的话是他们自己对接好 他跟那个个人没签合同 那你问余永辉 压金的话在哪呢 这个压金 余永辉才 哎呀 我是安城里面的股东嘛 那这个13层是都租给你了吗 都是你整租吗 还是什么 没有 我只有几间 他说他是股东里面的吗 没法住的 我的这个月 陆先生说 去年年底又出现了新问题 周边几个房间开始装修 他录了音 采访时 装修还在继续 地上摆着装修材料灰尘不少 我因为我是做科研的嘛 所以我晚上会看文献和写文章 然后早上会就是洗的稍微晚一点 反正从每天八点半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吵 无论是工作日和那个休息日 在装修的是只有五间嘛 不是我们装修 是租给他们的 他们来装修的 不是我们来装修的 不 他们是谁呢 他们 就是 他们就是租我们这个房子的人嘛 应该是12元份以后吧 那陆陆续医干两天停了 干两天停了 这两天就结束了嘛 就这么多东西 天天干不可能呢 怎么不装修的啊 你们被局 被投诉多少次了 按照余先生的说法 现在这些房间又被他租出去了 由于装修产生的问题 陆先生在三月初就搬走了 他希望要回押金 我告诉我他要装修 我是听到声音了才知道他装修 然后我看合同上它是有一条是写出来的 他要装修及附属的设施 他得提前书面通知我 但是他也没有 提前通知这个 我也忘了 他都能扔受 那他不能扔受 那为什么办 咱们有给他签合同吗 我们就是安全那个合同嘛 我是管理的嘛 有事找我就去就行了 夹金在我们什么呀 就在你这边是吧 夹金 你一干的车都没出道去 我们怎么退点 现场双方没有协商一致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